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 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早 我是這種哥 今天是10月2號 早上10點 那每股三大指數昨天出現 比較明顯的跌幅 原本比較強勢的 XPU版昨天也跌破了 紅色這條線 那我們常常跟大家講 跌破了要有三日價 來去做確認三日價 三日價三日價如果 美股的XPU版這邊三天 沒辦法佔回紅色這條線 那這邊就會開始跟 NASDA一樣 NASDA在形態上是比較偏向弱勢 他已經多日沒有 佔回紅色這條線 所以三日價確認的話 美股三大指數這邊就會開始 陷入一個比較大幅度的震盪 比較大幅度的震盪 然後會開始回測綠色這條線 一旦綠色這條線 也跌破的話 那形態上就要開始進入一個空方時間 所以這邊你要記得 這邊要開始進入一個空方時間 跟漲多修正的差別 是在哪邊 漲多修正的這邊修正過後 有機會再往上 修正後有機會再往上 但是如果進入一個空方時間的話 這邊總格就會開始全力做空 所以漲多修正跟進入空方時間 是有差別的 那美股三大指數這樣走的話 那總格形態上就會開始 比較偏向保守一點 雖然說加權指數目前 形態上看起來是非常的強勢 但是總格這邊會稍微比較偏向保守 所以國際股市是這樣走之外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過往10月 10月都是一個震盪幅度相當大的一個月份 雖然說10月上漲機率高達7成 但是在上漲過程中 政府會相當大 所以這邊我們心態上 會稍微比較偏向保守 保守並不代表說看外後市 保守只是認為說這邊 我們不過度去做追價 因為高檔震盪行情過度追價 很容易短套 很容易吃到賤 所以這邊總格對加權指數的看法 都沒有改變 那就是9月5號缺口 只要沒有封閉 這盤就是有利於多方 只是說短線上 我們會稍微比較偏向保守 稍微比較偏向保守 我們會一檔接著一檔來去做操作 這邊我們的資金所謂不會放得太大 我們這邊提高了現金所謂會在身上 提高現金在身上 為的是之後區間方向的改變 區間方向改變 我們就完守現金 可以進場去做布局 這邊不管是這邊 是修正過後要進場布局的 還是說進入空方時間 我們要進場去做放空的 這邊都有所謂的現金 所以這邊保守的 看到國際股市在那邊 稍微形態上會稍微比較偏向保守 同時還有個很大原因 接下來進入個國慶年假 那國慶年假剛好遇到中美貿易談判 那如果這個中美雙方兩國 又有個什麼插槍走火的話 那國慶年假可是沒有辦法做避險的 國慶年假部位可是沒有辦法做調整的 所以在選擇會在這個時間稍微比較偏向保守 所以國際股市目前是比較偏弱形態 再來就是這國慶年假遇上了中美貿易談判 所以這邊我們資金所謂會稍微比較提高一點 那這邊我們再提供了另外一個方向給大家去做參考 加權指數昨天很強沒有錯 但是貴賣指數卻沒有跟貴賣指數 昨天的漲幅不如加權指數 那這邊你就要開始留意了 這邊如果內資沒有跟上話 那這個行情呢是走不遠的 所以這邊你要特別去留意一下貴賣指數 那為什麼昨天呢 加權指數跟貴賣指數差這麼多 最佳就是2330的台積店 台積店的股價這邊創了歷史天價 那是中哥這邊要特別提醒大家 台積店創了歷史天價之後 後續的加權指數呢 這個走勢呢都不會太好 外資這邊呢在齊全布了大量的多單 所以呢他這邊呢 就大量買進台積店之後 自然而然就可以推升 推升加權指數 進而使他們齊全的多單呢 是大賺了一個超額利率 但是呢你可以去看一下去年的七八九月行情 還有今年的五月跟八月行情 你可以看一下台積店 台穿了歷史天價之後 後面伴隨的都是加權指數的崩盤 一旦呢外資這邊多單呢 多單開始收割之後 多單收割之後 那放手讓台積店下跌的話 那加權指數伴隨的都是 都是一個崩盤 那連鎖效應之下 加權指數跌其他的個股呢 也都是跟著跌 所以這邊呢你要特別去留心一下 台積店創歷史天價之後的走勢 那再來我們跟大家提到說 我們這邊呢高檔位階 內股輪動之下 我們呢就是一檔接著一檔來操作 提高現金水位 但是呢這邊呢我們呢還是會摺跡呢 來去布局一些好股票 好比說我們昨天跟大家提到 二四七四的可乘 二四七四的可乘呢 我們昨天跟大家講說 這邊呢站上了一個所有的反壓區 那我們操作上面呢 站上所有的反壓區呢 是我們最愛的股票 因為站上所有的反壓區 代表後面呢 後面呢是一片烏雲啊 這邊是千鈞萬馬的走勢 那除了二四七四的可乘之外 我們呢還要跟大家提到 五二六四的凱勝 那五二六四的凱勝呢 昨天我們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大概呢是在 越線之下 大概是在這個附近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尾盤呢拉了一根紅K之後 那今天呢持續呢上漲 持續上漲 已經呢要準備呢挑戰這個 前波的高點 所以機殼呢二四七四的可乘呢 跟五二六四的凱勝呢 投票你可以去多做留意 先前呢這個機殼呢 大阪在反彈的時候 機殼都沒有跟著漲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 他的營收呈現三綠三升 基本面呢已經要開始呢 有了一點點的變化 所以呢這個機殼長的二四七四可乘呢 跟五二六四的凱勝 投票就可以去多做留意啊 同時呢我們呢 我們還打算去布局 越南概念股 我們從近期得到的一個資料呢 越南的前三季的這個 國內生產毛額呢 高達6.9% 以及呢遠遠的超過了中國大陸 也超過了印度 所以我們認為呢 接下來越南概念股呢 會很有機會呢 進行一個飆漲行情 那越南概念股呢 有哪些個股呢 是值得我們去做布局的呢 這邊呢影片下方表單連結 歡迎大家填寫加入我們 跟著我們呢一起呢 進場布局呢 越南概念股 那尤其呢 越南概念股呢 這邊呢 呃在上半年漲勢呢 通常呃在上半年漲勢呢 並沒有這麼亮眼 那中國認為在GDP的這邊 成長亮眼之下 加上中美貓越演越烈的情況下 這邊呢越南會有一些轉單的效應 所以越南概念股呢 中哥這邊呢 要開始進場去做布局 那也歡迎投資朋友加入我們呢 跟著我們布局呢 越南概念股 影片下方呢 都有相關的表單連結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同時呢 也請大家持續鎖定 中哥的FB股的小小子 或是Lite股東人生 中哥在上面呢 會有一些即時的多空訊息呢 與大家做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謝謝 拜拜 本公司以往直擊效不保障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判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大家去參考